醫師家長剛才請教 有哪些疾病是帶領率非常高 但是大家很少知道很少去重視的 了解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表格 這是訓練基因根據台灣民眾的帶領機率 所統計出來的表格 第一名的是 在台灣有高達五分之一的發生率 代表是說 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XXX的帶領者 比例是非常的高 可怕的是 這些聽損的小孩 通常出生後接受新生活篩檢才會知道 有的更是要長大之後 然後才會發現說原來小孩有經歷方面的問題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Kerson 通常寶寶在出生的時候 要做個新生活篩檢 來確定說寶寶是不是有先天性的相關疾病 不過等到檢測到的時候 我網寶寶都已經確診了 到底我們有什麼方式 可以在懷孕甚至備孕的時候 就先知道說寶寶可能有先天性的遺傳疾病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邀請到新光醫院的尤正偉醫師 要來跟大家分享 什麼叫做先天性的遺傳疾病 台北師你好 大家好 我是新光醫院婦產科尤正偉醫師 首先要來請教尤醫師 到底什麼是新生兒篩檢 篩檢哪些項目呢 我們所謂的新生兒篩檢 全名指的就是 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的篩檢 過去我們發現很多疾病 在小孩出生 嬰幼兒時期的時候 他不會顯現出來 但是當小孩越來越大 可能兩三個月之後 或者長大三五歲之後 才會慢慢出現一些異常的症狀 有的可能導致寶寶的代謝異常 有的導致他們智能缺損 那更甚有的會導致生命危險 我們過去在國健署的統計下 在2013年出生的 13萬名新生兒中 就有3300名的寶寶 後續發現之異常 其中又以纏鬥症的個案數最多 四肢的就是先天性甲中械低能症 大部分是經由遺傳而來 通常這些孩子的父母 本身也不知道自己是屬於代音者 醫師像你剛剛講的 很多爸媽都不知道 自己可能是疾病的代音者 是外表看不出來嗎 為什麼爸媽會不知道 對 那根據WHO統計 全球有超過一萬種以上的 單基因遺傳疾病 綜合發生率為唐氏症的八倍 然而這些單基因遺傳中 大部分都屬於隱性疾病 所以這些疾病 他的家人 或者是他的遠房親戚 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帶有這些疾病 這是因為隱性單基因遺傳疾病 代音者 他有一條染色體是正常 另外一條異常 所以這些代音者 通常身體 外觀上是沒有症狀 這些代音者 平常可以正常的日常生活 可以正常工作 也可以運動 結婚 如果沒有檢查 他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代音 但是如果他們的另一半 也是剛好跟他同行的隱性遺傳疾病 代音 他們生下來的小孩 就有25%的機率 可能會罹患重症 醫師先生剛剛請教 有哪些疾病是代音率非常高 但是大家很少知道很少去重視的 了解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表格 這是訓練基因根據台灣民眾的代音機率 所統計出來的表格 第一名的是 遺傳性聽障GJB2 在台灣有高達1.5%的發生率 代表是說 每5個人中 就有一個是GJB2的代音者 比例是非常的高 可怕的是 這些聽損的小孩 通常出生後 接受新生活篩檢才會知道 有的更是要長大之後 才會發現說 原來小孩有經歷方面的問題 我們還可以再了解一個 很常見 但是常被忽略的疾病 叫做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 這像疾病的代音率 和海洋性頻繫 纏鬥症一樣 高達1.29% 它可能會導致生長症症 餵食困難 甚至出現 女嬰會有外生殖性 男性化的現象 醫師 像你剛提到 這些疾病的代音率那麼高 除了做新生兒篩檢之外 爸媽有什麼方式可以遲到 提前知道降低風險 如果想要知道自己 什麼代音方面的疾病 我們可以做代音篩檢 一生只需要做一次 檢查自己是不是有 這些遺傳性的疾病 如果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訓練基因的 孕之因 多基因遺傳 裡面它可以做至少60項 甚至到400項以上的檢查 當你做完這些檢查之後 你或者是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就互相更清楚了解 對方跟上各有什麼代音疾病 針對之後生小孩的時候 避免說小孩未來發生一些 重大的遺傳疾病 非常感謝 由這位醫師 帶來那麼專業的分析 其實我手上有一張表格 可以看到 有一項疾病代音的幾率高達74% 夫妻帶有同疾病基因的也有10% 這數據代表說 100對夫妻當中 有10對夫妻帶有同疾病基因 這個數據非常驚人 最主要還是要透過 產前的代衣篩檢 才能事先先檢查出來 降低遺傳的風險 今天非常感謝 由政委醫師帶來分享 如果大家有任何懷孕上的問題 歡迎就到星光醫院 找最專業的由政委醫師 那具好運課程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等一會 字幕achesCTOR 待會兒 在FX自動的程序 再驚人 發生 ネット